为了一亿年后转职潮,新店就业服务站20号在新北市图新店分馆举办现场征裁活动,一共邀请了22家厂商现场涉滩,吸引了相当多想要转换跑道的民众到场面试。 很多人都会趁着年后转换跑道,为了因应年后转职潮,新北市政府新店就业服务站在新北市里图书馆新店分馆举办现场征裁活动,邀请22家厂商参与,总共释出100多个工作机会,吸引相当多想要找工作的民众到场面试求职。 这次的真材活动,我们邀请了22家的厂商,包含了很多的行业,有餐饮业,服务业,还有照顾服务业也有,然后现在因为厂商2.0的推动,基本上也对于只要是民众愿意从事照顾服务业的人,其实政府也有一些相关的补助的措施,如果说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就到我们的就业服务站来询问。 新店就业服务站镇长高传妖表示,民众求职时首先应该准备好履历,另外服装仪容也要得体,让面试官留下好的印象,当然个人的专业技能更是是否被录取的重要关键。 民众来求职的话,我们会建议说要把自己的履历写好,履历写好之后基本上你也是要在,你的打扮也是要得体,你不要说穿着个拖鞋或者是穿着短裤就来面试,这样子录取的几率, 基本上是会比较低的,最重要的还是说你还是要有你的专业,把你的专业拿出来的话,厂商基本上就会比较会去录取你。 此外就业服务法新至去年底上路,规定薪资会达4万元,应该公开薪资范围。 这次在征裁现场,厂商也都配合设立看板告知求职者。 记者陈平正门奇艺新店采访报道。